的话,我们刚才写的是这个什么呢?写的一个ready的这个简写啊 好,比如说这个是完整写法 啊,那么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要再新建一个文件吧 比如说002啊,002,这个是,呃,比如说是J.Corey啊 J.Corey啊,这个是引入啊,引入 引入容易出错的地方啊,容易出错 出错的写法啊,好 好,保存一下啊,保存一下 好,那么的话,我们这个页面上要用J.Corey是吧 页面要用J.Corey的话,怎么引呢?就是用这个什么呢? 用这个script标签来引吧 好,引完之后,然后什么src等于这个什么呢? 这个GS里面的这个什么J.Corey吧 啊,我们用这个压缩板的是吧 压缩板这个就行了啊 那么的话,我们写代码是怎么写呢? 再开一个script来写,明白没有? 是吧,再开一个script来写,在这里面来写代码啊 那么有的同学是直接在这个里面写啊 直接在这个里面写,直接把它敲开在这里面写啊 这个里面写的话就不对了啊,这个里面就出错了,明白没有? 啊,很多同学是这么,放了这个错误啊 它在这个里面写,比如说这里面有个DRVE是吧 DRVE啊,DRVE是吧 然后比如说是DRVE元素是吧 好,它在这个里面拿什么呢?多了一个什么呢?多了一个function啊 多了一个function,是吧 好,这么写的啊 好,这么写的话怎么样呢?就是来获取它出量的啊 这这么写的话肯定是出不来的啊 好,这么写出不来的啊 好,这是容易出错的地方啊 好,这里写一下吧啊 那么,不能什么呢?不能直接什么?在JQuery JQuery的引入标签里面是吧?引入标签里 写,写什么?写介绍是吧 写,写,写介绍是代码啊 啊,需要另开一个标签啊 需要 另外啊,另外 另外写一个 需要另外 诶,另外 需要另外怎么,写一个JAS标签啊 需要另外写一个JAS标签啊 这个 写一个 写一个 标签吧 需要另外写一个 标签啊 在这个标签里面写 JAS标签啊 在这个标签 里面写 JAS标签啊 好 好,这样子是吧 不能直接在JAS标签里面写 JAS标签啊 需要另外写一个标签 然后在这个标签里面写JAS代码啊 那么这么写的话肯定是容易出错了啊 容易出错 好 这是关于这个什么呢啊 刚才大家碰到的问题啊 大家碰到的问题 好 好 接下来的话我们来说一下 那么刚刚的话我们是说了这个JAS的什么呢 就是这个 呃 关于这个Ready是吧 Ready啊 Ready的话 那么我们大概的演示一下这个JAS标签的一些操作的流程是吧 先获取一个什么呢 元素啊 再什么呢 再做一些事情是不是这样的啊 做一些事情啊 好 那么接着我们顺着往下说啊 顺着往下说 好 JAS标签的话 啊 JAS标签 那么刚刚我们讲的是什么呢 关于JAS标签的这个加载 加载的话我们什么呢 一般用Ready写吧 是吧 这是一个完整的写法是吧 这是一个完整的写法啊 这是一个完整的写法啊 那么解写的话什么呢 直接写多了一个括号是吧 然后把翻个写写到这里面来啊 这是一个解写啊 所以说实际开发中怎么样呢 我们一般是用什么 解写方式吧 解写方式来写啊 好 没必要这个完整写法 好 完整写法然后大家知道有这么写法就行了啊 好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Jekory里面的啊 呃 一个什么呢 就是关于这个Jekory的选择器啊 刚刚我实际上也用了是吧 也用了这个选择器吧 也用了一个选择器啊 就是什么呢 这个多的DIVE吧 警号DIVE吧 看一下啊 好 那么Jekory里面有一个什么呢 他这个选择器啊 这是他什么呢 这个好用的地方之一啊 Jekory里面选择器啊 Jekory里面选择器 我们选择器 我们哪里听到了 是不是在样式里面听到过啊 是吧 样式里面来匹配 页面中的元素是什么匹配的 用什么class吧 用警号 用什么ID是吧 用ID用标签名 是不是这样的啊 用标签匹配 用class匹配 或者用ID匹配 是不是这样的啊 这样匹配的啊 那么的话 我们的这个Jekory里面的选择器 什么样的啊 规则和四样式样式相同 是吧 他什么样的啊 他你的样式里面怎么选 我这Jekory里面就怎么选 这是他很好用的一个地方啊 所以说学这个里面 我是不是没有什么学习的难度啊 你样式里面怎么用 我这Jekory里面是不是就怎么用啊 所以说这是他好用的一个地方啊 这是Jekory好用的地方啊 所以说这也是他 我刚才说的什么 比较厚道的一个地方吧 我用你这个GS库怎么样 你是为了方便我开发程序 是不是这样的啊 如果你加深了我的开发的难度 是不是这样 你这个GS库反而什么呢 是不是 是不是什么 反而什么 不方便我开发啊 你现在是什么 应该是方便我开发嘛 是不是这样的 所以这是他好用的一个地方啊 就是说Jekory选择元素可以怎么样呢 它的规则和SAT的样式是相同的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 Jekory选择元素 怎么选择呢 比如说选择ID为 myID的网页元素 怎么选呢 那么就是警号myID吧 我们写样子 是不是这么写啊 写样子是不是这么写啊 是吧 如果选择class为myclass的元素 怎么写 是不是点myclass啊 一样写的吧 是吧 假的选择所有li的元素 怎么写 是不是这么写啊 li吧 直接写标签名吧 是这样的啊 如果我们想选择这个ID是ULE下面的li下面的spam 我们写样子是不是这么写啊 是吧 那么他选择的时候也这么写 是吧 ID为ULE元素下的li下面的spam元素 是这样的啊 也这么写啊 那么这个的话是什么呢 是属性选择器吧 属性选择器啊 属性选择器啊怎么样呢 就是跟我们属性选择器是一样的啊 跟样式里面是一样的 所以说他这个选择器 你想学这个选择器 几乎是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难度的啊 样式里面怎么写 你这里面就怎么写就完了 就是就可以选择元素啊 这就是这个jecory里面呢 他的一个什么呢 好用的地方之一啊 所以这个难度的话就不是很大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他这个选择器是吧 好来看一下啊 好 004 然后这个是jecory 选择器啊 选择器啊 01吧 然后是 有没有 好来看一下 那么假如我想选择 页面上也是一个ID是DIVE的 是吧 比如说是 就是DIVE的一个DIVE 是不是这样的啊 是不是可以选呢 比如说这是 这是一个DIVE元素 是这样的 元素啊 好 那比如说我想选择什么呢 页面上是这个class的是吧 好 比如说啊 比如说这个DIVE吧 class 就是等于box 好等于box啊 比如说这是第二个DIVE 是吧 这是第二个 这是第二个 是吧 第二个 DIVE啊 好 再来一个是吧 再来一个啊 这是第三个 是不是这样的啊 第三个DIVE 好 这是用什么呢 用这个类吧 用这个类定义的是吧 好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其他用其他方式定义的元素 比如说是 比如说我用标签定义的元素 是吧标签定义的元素啊 比如说这里面什么呢 啊 拿一个UL吧 是吧 好 UL里面的什么呢 啊 简直是历史的吧 然后里面的LI 是吧 乘以一个8 是吧 好 这样的一个是吧 好 我可以这么再写一下吧 比如说这个LI里面我想编号吧 编号里面加个多了 是吧 这里面加个多了 好 那么这个的话什么 就可以编号吧 是吧 编号啊 把这个数一下 好 好 那么这个 这个元素写完了是吧 好 元素写完之后接着我们干嘛呢 来用什么 用GIS来选它吧 选它然后做什么事情是吧 啊 做什么事情啊 好 我这里面先把什么 GIS引进来吧 啊 啊 这个SRC等于这个什么呢 既然是里面的这个JCORY吧 哎 这个没有 啊 有是吧 啊 这里面啊 我居然没联想出来啊 好 引进来了啊 引进来之后怎么样呢 另外再开一个Scribe吧 大家记得不要在这个Scribe里面写啊 另外再开个Scribe 啊 在这里面写是吧 好 我现在要用JCORY来引它们 是不是这样的啊 啊 也来选它们啊 选它们怎么选呢 那么是什么呢 先要写一个Ready吧 一样的啊 如果你不写Ready的话 一样的怎么样 就是从上往下指行 是不是怎么样 是找不到这些东西了 是吧 我们原生要写Window Onload 那么JCORY要写Ready 啊 记得啊 Ready的什么呢 它的简写是什么 多了一个括号吧 啊 然后再来一个Funk 大家记得先这么写 是吧 然后一个小括号 一个什么花括号 是这样的啊 好 大家先把这个写完 写完之后 然后把这个花括号敲开啊 这样写就不容易出错了 是吧 这样这么写啊 好 这么写就不容易出错啊 好 这个后面的话可以加 加这个分号也可以不加啊 不加的话怎么样呢 就是容易在这个 压缩的时候可能容易出错啊 好 那么建议大家还是加上吧 加上这个啊 好 实际上一个函数是什么呢 就是一句是吧 可以加上这个分号啊 好 那么的话这个地方我开始选它 是吧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页面的节点 全部加在完之后 然后再执行这里面的语句吧 执行的语句啊 好 好 比如说我这个时候选择这个什么呢 DIV是吧 那么的话我可以怎么样呢 先 拿一个变量是吧 拿一个变量 比如说画一个什么呢 我们一般的这个 接Cory选择对象的话 我们一般用什么呢 加一个多了是吧 这么写啊 多了DIV啊 一般喜欢这么写啊 好 多了DIV想像是等于什么呢 这个 警号是吧 不是多了啊 多了怎么样呢 这个引号啊 这个引号里面怎么呢 就是都一样是怎么写的话 这个就怎么写是吧 样式里面 比如说这个地方啊 好 样式里面我想写这个 写这个什么呢 它的样式是不是这么写啊 比如说警号DIV1 是不是啊 比如说它的什么color等于什么 等于一个red吧 是不是这么写啊 是吧 这个是不是这么写啊 这个只是我们不建议写这些 写这个选择器吧 但是它写的话是不是这么写啊 写的时候这么写啊 比如说这个 这些box是吧 那怎么写啊 比如说点box是吧 比如说它的color是什么 然后拿一个green 是吧 是不是这么写啊 是吧 一样的啊 又比如说这个li里面的样式 是吧 li怎么写呢 那么就是什么 点什么呢 list下面的li吧 是不是这么写啊 是吧 然后比如说它拿一个背景色 是吧 然后拿一个什么呢 拿个pink吧 好这样子 好 这是关于这个样式的写法 是吧 那么我们这个jecory怎么写呢 就是按照这个写法就一样 按照这个写法就可以了 是吧 比如说我想选择这个id是div1的啊 那么一样的写法 那么是警号div1 是不是选中了div1 啊 这么就选中了啊 选中了啊 好 又比如说我想选择这个什么呢 盒子吧 这个box啊 那么一样的 比如说挖一个什么呢 多了什么呢 多了啊 好 这个的话是选多个 是吧 这支付有两个box啊 选多个啊 多了假如说这个是拿一个什么呢 div2吧 啊 就是选多个啊 多个的话那么是多了什么呢 这个啊 好 这个是点什么呢 点什么呢 是吧 是这么写啊 啊 这么写 好 接下来的话来选这个啊 选这个什么呢 他一样的是吧 那么假如说是再来一个挖一个什么呢 多了li 是吧 那么就等于什么呢 这个多了 多了 然后是什么呢 这个什么呢 点list下面的li吧 是不是这么写啊 啊 写法是一样的啊 啊 写法是一样的 好 写法是一样的 这个时候 是吧 你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的样式是不是做了这些事情呢 就把它们 这个变成红的 这个变成绿的是吧 这个变成粉的 是不是这样的 好 那么的话如果说我现在选了 我想用GS来做这个事情是吧 我不想用那个样式来做这个事情啊 那么样式我是不是可以不要了 是吧 要是不要啊 我是写个写个什么呢 演示啊 好 要是不要之后怎么样呢 我用这个 用这个来做这些事情啊 那么我想把这个div变成red 是吧 那么就是什么呢 点css 啊 点css 这么写啊 然后的话是 括号 是吧 你既然是一个方法的话 是不是一个括号啊 是吧 这么写啊 好 这么写完之后那么就是什么呢 那么是它里面 可以 相当于是什么 你们pathon里面的字典那么写啊 pathon里面字典或者叫 类似于jason的一种格式啊 就字典那么写 是吧 一个花括号吧 比如说是什么 color是吧 color啊 color 然后是什么呢 这个是什么呢 red吧 就这么写啊 好 这么写啊 好 好 好 这么写完之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可不可以是吧 可不可以啊 好 来刷新一下啊 刷新一下啊 那么这个是变成红的啊 是吧 这变成红的是我用戒牙式写的是吧 因为下面的我已经注掉了啊 好 大家再看一下 是吧 这个的话也一样吧 这个什么要变成什么 就变成绿的是吧 变成绿的大家看一下啊 变成绿的的话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不是选择多个啊 这个是不是选择两个啊 选择两个div吧 好 那么我们直接写看可不可以是吧 看一下啊 我们在原生里面是不是不行的 这个如果选择多个 是不是选择极 是不是不行的 是吧 我们需要用for循环吧 是吧 在jecorine里面看一下可不可以啊 比如说dollar div2啊 然后拿一个.css 是吧 和号 然后是括号 然后是color 是吧 然后来一个什么呢 这个什么 green吧 green啊 好看一下行不行 是吧 行不行啊 好 这么写啊 这么写完之后来看一下啊 刷新一下 可以吧 是吧 可以啊 jecorine是可以的啊 jecorine把一些东西选完之后 比如说是一组或者一个 不管 只要你给我加一个事情 我把它全部做完啊 啊 全部做完 是不是啊 所以说jecorine是可以什么 批量操作了吧 它可以批量操作啊 好 又比如说这里面啊 这里面再拿一个什么呢 这个li啊 一样的 那么我要把li全部变成这个粉的吧 一样的啊 比如说这个 tolo li 然后是拿一个css 是吧 好 这个是什么呢 color啊 color 然后拿一个什么呢 pink是吧 pink啊 pink的话怎么样呢 这个是什么 就可以了啊 好 这么写之后怎么样呢 来刷新一下是吧 刷一下之后怎么样 是不是都变成粉的啊 变成粉的啊 好 反正是background是吧 好 那么这个地方写什么 写color是 是什么 这个文字颜色是吧 那我写background是吧 刚才那是不是写background啊 是吧 那我这里怎么写呢 直接写background啊 background 然后是 可以直接写这个横杠 它是可以容错的啊 看一下可不可以容错啊 好 这么写啊 这么写的时候来看一下啊 好 刷新一下 这个是不是可以啊 可以啊 就是说它可以容错 比如说这个地方 应该写成什么 写成这种陀峰似的吧 是吧 我们介绍里面 是不是应该这么写啊 应该这么写 是吧 这么写啊 好 这么写来看一下可不可以是吧 好 刷新一下 那么它是不是也可以啊 所以说它怎么样 它可以容错啊 你写的 写成那种形式 写成那种形式 都可以是吧 都可以啊 好 比如说写成这个 杠什么呢 color 是不是都可以啊 都可以啊 好刷新一下啊 都可以吧 好 写一下啊 就是样式 带什么呢 带这个 带横杠 的样式属性啊 样式 样式 属性 啊 可以什么呢 可以 可以 写成头峰式的啊 写成头峰式 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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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什么 写成 写成 原始的是吧 是不是可以写成原始的啊 啊 就是可以容错啊 好 这样子的吧 是吧 但这个横杠的样式属性 可以写成头峰式 也可以写成原始的啊 好 这是jecory里面的 它的容错的这个 容错的一些方法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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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